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雪色的洋娃娃 刚下完雨 空气当中还很潮湿 里面上的积水从尘土上滑过 肮脏的水缓慢的流向了下水道 刘美跨着一个新潮的包 她站在街口等着红绿灯 姐姐 你能带我一起过马路吗 弱弱的声音引起了刘美的注意 刘美转过头来 她发现那是一个小女孩 穿着一身勉强可以遮住身体的单薄衣服 眼睛没有睁开 怀里边还抱着一个和她完全不符的 新的红色的洋娃娃 看起来有点眼熟 刘美怪异地看着那个女孩 她用手在女孩面前挥了挥 她们说 你怎么不睁开眼睛啊 睁眼 睁开眼也没用 我 我看不见 女孩摟着手在里边的洋娃娃 这样啊 刘美抬头看了看红绿灯 她有一些不情愿地牵起了那个女孩的手 走吧 小女孩安静地抱着洋娃娃 安静地走过马路 走过马路之后 刘美赶紧地松开手了 她从包里边拿出了一张纸巾来 使劲地擦了擦手 正准备走呢 就被小女孩给叫住了 姐姐 你叫我姐姐 刘美不耐烦地回过头来 小女孩低着头 搂着洋娃娃的手更紧了 你很讨厌我吗 听到这句话 刘美愣了愣 她下意识地说 我是讨 还没说完呢 她忽然就皱了嘴 姐姐 送给你 小女孩摸索着把洋娃娃递了过来 扬起了一个纯真的笑脸 谢谢你 刘美愣住了 她接过了洋娃娃低头看了看 和平常的洋娃娃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穿的裙子太过于鲜艳之味 姐姐 姐姐玩不了这个娃 刘美再抬起头来的时候 那小女孩却已经走了 此刻她拿着娃娃 揪也不是 拿也不是 算了 拿着就拿着吧 刘美不在意地把她放进了白包里 临近傍晚的时候 又下了一场雨 刘美担心自己回不去 她打了个电话叫人来接自己 电话那头 却是一个声音 嘶哩哑的声音 她说着 小美啊 我在开会呢 要不 我让司机来接你吧 刘美心里边一片的冰冷 她冷冷的说 不用了 陈东 你开你的会去吧 说着她毫不犹豫地挂到了电话 陈东是她的现任男友 三四十岁的一个男人 既秃顶又肥胖 要不是看着她的财富啊 在本市还算是排得上名号的话 刘美这个美人才不会答应做她的女朋友 下班的时间到了 雨室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小 刘美叹着气 看来今天要顶着雨回去了 算 顶雨就顶雨吧 反正也不远 想着刘美一头冲进了雨帘 真烦 怎么下这么大的雨啊 刘美抱怨着一边用毛巾擦着被雨水打湿的头发 索性的又烦躁地把她扔到了一边 算了 洗个澡吧 说着刘美把包包扔在一旁的沙发上走进了浴室 隐隐约约之中 沙发上的包似乎动了一下 躺在床上 刘美很快就睡着了 浑浑沉沉的 耳旁传来了一种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了 刘美忽然睁开了眼睛 她一头冷汗 死死地盯着天花板 刘美仔细地听了周围的声音 喊这么长 没有什么不对劲 肯定是在做梦 刘美自嘲地笑了一下 又闭上了眼睛 摩擦声又一次地响起来了 夹杂着缓慢的脚步声 一下一下地敲击在刘美的心头 刘美惊恐地睁开了眼睛 那种声音又一次地消失了 这是幻觉吗 此刻刘美觉得心口闷闷的了 不敢再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 没一会儿摩擦声和脚步声 响起来了 这不算太大的屋子里边 还回旋着 若隐若现的小孩子 嬉笑的声音 刘美惊恐地把自己 塞到了被窝里边 全身颤抖着 听着那个声音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那个声音就停在了 刘美的墙边上 刘美颤抖着 她半天都没敢露头啊 过了很久 刘美一下地从被窝里边 伸出了一只手 迅速地打开了旁边的台灯 又过了一会儿 刘美颤抖着伸出头去 还迟疑地向床下边看了看 啊 刘美尖叫地缩在了床角 勤紧地闭上了眼睛 因为床下 一滩鲜红的雪河当中 躺着一个红色的羊娃娃 那羊娃娃的胸口上 还插着一把 散着寒光的剪刀 刘美捂着头 尖叫地向后边缩着 缩着 忽然 那个羊娃娃动了 她抬起了棉布座的手 握住了那把剪刀 使劲地拔着 拔着 刘美冲下床 疯狂地压着门把手 那门把手却闻丝未动 小孩子的笑声 此刻是越来越大了 地上的羊娃娃 终于把插在自己胸口上的那把刀 给拔了出来 瞬间 心血就好像喷泉一样喷了出来 羊娃娃握着那把剪刀 站了起来她无时地望着刘美 刘美尖叫着她蹲在翔角 双手紧起来捂着头 而就在这时候 那个羊娃娃忽然笑了 笑了一会儿又忽然哭了 她阴红的嘴唇轻轻地动着 好像是在说着什么东西 妈妈 妈妈 刘美愣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那个羊娃娃 她在叫自己妈妈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很讨厌我吗 羊娃娃哭着哭着 忽然之间又笑了 她握着剪刀一步一步地靠近了刘美 剪刀摩擦地面 羊娃娃缓慢地走向了刘美周围 又响起了笑声来了 刘美尖叫着她使劲地往后边退 却又绝望地发现已经没有退路了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你很讨厌我吗 杨娃娃念叨着 她的表情猙獰地说 你很讨厌我吗 恍惚当中 刘美忽然想起了什么来了 三个月前 她的前任男友破产了 已经怀孕了五个月的刘美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并且决绝地 还准备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无论刘美的前任男友怎样的哀求 刘美最终被推进了手术室 孩子被打掉了 那个装着她亲生骨肉的盆子里 掉落了一把医生的剪刀 她本来是买给孩子一个白色的羊娃娃 莫名其妙地也出现在那个盆子里 被染得血红 刘美绝望地看着那个羊娃娃走进了 一把剪刀被她举在了空中 第二天 刘美的尸体在她自己的别墅里被发现了 地上有一滩雪 她就躺在雪坡当中 她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剪刀 在那一个晚上 别墅里忽然传出了一个女人和小孩子 嬉闹的笑声 回荡着 久久都不曾散去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雪色的 羊娃娃的故事 我看起来的 那是 感谢观看